近點,我來讓你解釋 地黑暗 這裡稍微A一下 其實我感覺直播間要是跟家分開的話是挺不錯的,這樣上班有上班的地方 直播有直播的地方就不會混在一起了 就如果說你做的時間比較久的話,這樣你感覺好像會分開的 這樣不會說你住在家裡面說 還真不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說分界線 有什麼區別嗎?當然有了,其實沒區別 你要在家你天天直播 怎麼講你會感覺好像 你下播之後就 這個事情他就沒有結束,你明白嗎? 男人住家裡是比較好的 可以少一個同體時的日輪 我好像是 唉,這英雄太傻逼 打不過 打不過,不過還要好的交DF 還節省個房子 我指的是你要是公司有地方給你直播那就還好 排到了高手,這狼人一般的 從那個兵身上去看出來的玩得沒問題 真的挺一般 又是英雄強 這狼人給他位移幹嗎 這狼人,摸到後面讓他位移 這狼人確實不好打 確實不好打 這狼人確實不好打 這裡可以先不用回去 我草無怨終端 小丑終端都來了 請摩當勒 再回去 因為他兩下再Q 因為他翼剛用完 你的死亡是我的歌手 要減治療 是需要一點減治療 他的背後還在 打人最煩就是殘血沙拉他你要快點把兵線清掉 不然會有問題 殘血沙拉 崇高的 來吧減治療 減治療後面還要再賣個 虧 240 240換一個兌線期的 過渡還可以 這東西後面是可以冒掉 我打破的 烏牛 水泡 我還會走位的 你知不知道你已經要死了 我的媽呀 他這一波的蓄了多少血 他居然先倒立了 差點我就抓了喵 如果他帶屏障了就找了 還好他這個帶屏障 這狼人沒那麼厲害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種死亡位 這有些東西 他必須要很強 有黑暗 別任何黑暗 看見多少治療 443 降低了443 他這不會直接下來殺我嗎 哇操還真是 Shut down 太強了 他那個E太強了 這英雄主要強在E的那個被動吸血 他需要太多的操作 他沒有帶爆譜 這個線還可以再頂一下 這波線對我來說還是蠻賺的 也不說賺的 沒虧什麼 他們全都該死 1 2 3 這線是不掉 我還可以反推 一回 哇打不出來 打不出來 太難受 他恐懼應該直接凸臉給我幹 然後有點變壞 我操心在上 打不出來幫我打 馬上簽證儀學期 我操心在上 不死了 丟屋 我倒了 好 诶 这好烦啊 嗯 没打到狼人 这波他摇人了 哎呦 点燃上单摇人 自能杀 老板就狼人和寡妇 我以前经常玩 改过这个 老板狼人大招是锁定的 就直接点了就发狗了 寡妇以前玩三项无限Q 寡妇原来的Q是什么 寡妇原来的Q就是可以一直按的对吧 寡妇的Q就是那个刺对吧 W是什么来着 E技能反正是 好像是抓两下对 大招是 群体一个减速都给护盾 W是跑得快 寡妇原来就是直接就隐身 他开局我记得就是隐身 没有刮布原来他也是隐身的 刮布他就找死了 这什么伤害呀 这么简单的吗 杀人 就AA破败一下死了 1825 卧槽这什么意思啊 好变态的英雄 简单一套就了 打不动他呀 赵姓来了几波 赵姓来了那波还几波 太简单了 说实话你让青铜狼人来跟我对线我会打破 这英雄王者青铜没区别 你跟这英雄对线 没任何区别 你更多的时候是跟这个英雄对线不是跟对面那个人对线 个人见解 你打某些英雄是这样的 你在跟对面这个英雄对线 你不是在跟对面那个人对线 因为对面那个人 你感觉不到他有多少技术 更多就是打这个英雄本身 这个英雄本身已经强过那个人的操作了 先消耗主要我队友残血啊 主要我队友一直残血给他加速啊 我队友一直残血给他加速啊 哇他死了 他在干嘛呢 卧槽真变态 這隊友一直殘血給他們加速,唉我好煩喔,這隊友一直殘血給他加速 723 打這英雄他真的煩 太誇張了這英雄 這都死了 破敗的裝備太強了,就兩波就一千的收 CB鞋他那個平衛太多 我這波出來還是打波的 這有燈殺 這有燈殺 他技能都順暴 要輸了 他剛才閃了 反正大當然可以賭 買重傷沒什麼用 重傷壓制了他兩千多點威脅 治療效果 兩千多 兩千三 治療壓制兩千三 什麼英雄好打狼人 我覺得遠程英雄好打什麼娜的這種 烏鴉這種就挺好打 打他你得用那種 看到他不說Live英雄 不說Live 他第一個Q就回避到你身後去 太簡單了 電擊也不好打 電擊也不好打 打得過嗎 又不試一下 感覺試一下我就死了 他應該還在 他媽真誇張 還是瘋狂 真誇張啊 你看我這個重傷 1000 我買血也打不過呀 怎麼打呀 他這英雄太強了 打不過他這英雄 我還買了不假鞋子 太強了呀 你放Q 狼人可以A我兩下 拿著兩下 A三下差不多 還有我三下都可以 這裡有眼 有一個眼在後面 但是我過不去 主要還是破壞這個裝備強加上他這英雄本來就 有點那個 他沒閃 但是你怎麼跟他賭 他對英雄移速那麼快 剛打起來之前對我一殘屬 不然你要出 而且我裝備是比他強的 太打不過 我 太煩了 我連血怎麼打得 他先手大都打不過我 這脫皮裝備打不過我 好強 狼人團戰純玩具 我覺得還好 是嗎 是鬼女人 爆炸果實了 打推啊怕什麼打呀 哎呦這卡莎 怕死就別玩了 給這卡莎拿了 給不該人拿人頭那個吃人頭 他熊什麼呢 真的就站著A啥都不用幹 你這讓青銅來站著打我也打不過 就站著不動 就行了 真不用操作啊這英雄 就站著A他全都沒動過就站著A按了一下閃 就夠了 兄弟你要死了 站著不動就行 卧槽這太誇張了 對了 向敵五千多血 真的牛啊 五千多 你們的賬 都由我來清算 對他其實是不用閃 他怕死 他站著不動就可以吧 他們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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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獄了啊 怎麼全都死光 推高地 真的假的,這都敢推 為何不跑,因為不怕 這冰刀出來就是不一樣了,假的 這冰刀出來真的是,傷害是真的泥 這冰刀出來我操 兩刀一個,哈囉 那幾個Q感 對冰刀還是很強 被他媽空到死 這是什麼東西 真的變態 我動的動不了 又是水炮又是那個 我動不了這波 啊,劍魔還超魔啊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既然劍魔是超魔的,那問題 來了 我等級比對面高,為什麼我還會死 為什麼我打對面 我還打不過 這就很奇怪了 我超魔,那也就是說 我等級應該 那麼高了 那他等級比我低 我應該兩下這兩刀都給他們全部剁死 但是問題是沒有 這就特別奇怪了 這我想看一下這關動怎麼做 Q3閃進後排,進不了 我動不了 動的動不了 移動不動,動不了 他主要這個青蟲加這個都爆發很久 到新爆發很久 他出青蟲就變刺客了 越擊斬殺才要操 越擊斬殺是你這英雄 等級比對面低裝會比對面爛你 真誇張 真誇張 超 我殺他是特別正常 因為我裝備比他好 我等級比他高 他殺我就不正常了 為什麼 因為他等級比我低 他裝備沒窩到好 那你要說他等級比我們低 裝備比我們好 他還打了過我 那你說 那我花那麼多時間 等級那麼高有什麼用呢 對吧 沒有任何用 那本身這個遊戲 你的這個機制 存在就沒有意義了 那我們只要選一些 對吧 你的英雄只要比對面強的 那不就可以上分 不過你還別說還真是 現在 這個遊戲 不管你這樣選什麼虧上幾路 隨便上分 甚至還能上到很高 有時候 選一些對線 特別 像武器啊 解釋 這不也能打 這妖藍送的半卡 這妖藍送的半卡 這把有一條火 我才會又開指揮 我這一趴就不開指揮 經常你可以看到那種什麼 破敗武器什麼9級殺12級建模 都經常的 建模他這英雄他本來就應該這樣 他所有技能都非指上性的 你技能都是非指上性的 你打到人當然收益就大了 那具體怎麼打到人 那要看操作的那個人 不知道 他就不要 他想來抓我 那你像有的英雄 他的技能都是鎖定 大部分傷害來於平A 機制上就已經領身變得很多了 但是你的傷害還特別高 別人還打不過你 那就有點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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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看 對 對 剛剛 三槍 這威風快死了 拆架啊拆架啊 把架拆了一下 我扮石頭人也是這樣一回事 石頭人現在有點那個打不動他 殺不死 他很肉但你殺不死 拆一下這什麼分段 啊